依早贫隆地区灰蒙蒙还不时下其雨 但却不见游客前来山川琉璃吊桥参观的兴致 络绎不觉得人潮大多是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因为周一是山川琉璃吊桥固定休云的日子 刚好遇到8月1号原住民族正名纪念日庆祝开放 所以把握难得开放机会 呼朋引伴席家带卷一块来欣赏山川琉璃吊桥之美 小朋友放假 对所以我们就早一天过来 那今天来的时候其实刚好下雨天 所以从桥的那边看过去 其实整个山还蛮漂亮的 我们是从台北来了来看那座吊桥 就感觉说很壮观很美丽 可是感觉走上去从看底下感觉会有点恐怖 初来照到的游客看到壮观的琉璃吊桥就充满期待 尽管对于走吊桥新生畏惧 但小朋友其实是多虑了 因为县府做好一切安全防护 不过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今天屏东山区局部豪雨或大豪雨不断 因此上午琉璃吊桥并没有开放 让许多外地慕名游客感到惋惜 我们是专程来这里看这座琉璃桥的 我们是从北部三峡 然后我们还有从新竹的 然后还有从北港过来的 一旦远道而来却无法走上吊桥 但游客还是饱览山地门美丽景色 大赞山川琉璃吊桥改变了山地门乡的风貌 更增添壮丽风采 管理单位表示将是气候开放让民众参观 由于今天是原住民族正名纪念日 山川琉璃吊桥配合开园 也提供具原住民身份参观民众 30元的门票优惠 原住民族朋友感受到诚意 也对今天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 向原住民致歉表示看法 最好是蔡英文还是继续 比我们原住民超过 过去确实有很多的人 就是我们有时候说乞丐感妙公 就是说他其实是厚道的 可是他到最后是用非常对原住民 非常不友善的一个言语 去说原住民如何如何 可是就忘了过去 曾经给原住民的一个压迫 甚至是在土地前例的一个剥夺 这个是我想原首宴 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对原住民做一个道歉的一个方式 我想这个是一个开始 蔡总统今在原住民族日 代表国家向原住民族道歉 但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 其实在22年前的今天 中华民国宪法 遵修条文中的山包 正式证明为原住民 这个证明不仅去除了长期以来 带有歧视的称呼 更凸显原住民族 是台湾原来的主人的地位 蔡总统今天以原首身份 代表国家向原住民族 过去至今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夺道歉 有着重大意义 也期盼台湾走向和解 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 评论新闻蔡立华为德卫 蔡总报道